大家好,我是保持哥 今天唯一看到一位大哥的视频 里面在市场上买到几件东西 给大家来分享点评一下 让大家知道背后的真相 你还卖多少钱? 一个鸭手碑 鸭手碑全世界 全世界永乐的鸭手碑 是最有名的 有四只 里面那块永乐连石 全世界顾鸭模样,其他的都是 这不是太贵啊,老板 外面是没有的 清代的一个鸭手碑 你看这个底部 全瓶,35 反正肯定是不过板,你自己看吧 这东西挺好的 大家觉得这个碑怎么样? 传统的老的清华碑 要么就是圆的那种小酒碑 要么就比较贴合手型的那种鸭手碑型 像这种斗笠碑也有 都是比较矮的那种小斗笠 最少有这种斗的弧度 再加上青花发射特别的寒魂 也非常的不自然不开门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现代金正治的一个斗笠型的茶器 是一个仿古茶器 老板当着古董在这里卖啊 这个小炉 这个小香炉 光绪的 烟焙 烟焙 这个小香炉就太明显了 稍微有一点断位的玩家 都可以看出来这个画片 特别的现代风格 和老物件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市场上 由于这种人物的香炉 特别的受欢迎啊 所以市场房品也层出不穷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化工上有问题的 就应该第一眼就要闭掉 觉得这么一个器物啊 给广大网友去说是光绪的 说是一个很好很有生活情趣的作品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误导 全老的全老的 这个小炉和这个小杯 你先给我包起来吧 很多常有也像这位大哥一样 在市场上面挑着自己喜欢的 漂亮的完整的物件买 但却忽视了这个物件背后的 真伪的这种细细 而有时候遇到真正大开门的物件 反而会嫌弃不下手 小点一百件的家装品 富贵木大年花片 完清民国的东西 嫌弃它体相差就没有药 所以有时候也真的很讽刺啊 买了两个新的这种老的呢 给留给了老板 其实这也是在市场摊位上面 经常遇到的一个套路啊 就是老板会留几个老的 残的品种 一眼大开门的物件 然后放几个新的全品的 这种好看的东西啊 这叫做新老搭配 看这个瓶子放瓶啊 全是全品 全红的 多个我擦袜都有点啊老板 多个我擦袜都有点啊老板 我当年我给你啊 多这个好点 不到事儿 差不多 非常好 东西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 大碧海 这个 这个 20吧 1217 还有一个大碧海 花重景全部拿下 看完这个我非常痛心 这位大哥至少花了好几万买这么多啊 但是他肯定觉得是简陋了 因为这么漂亮这么完整啊 可是董航的人一眼就知道这些全是新的 这种博古的文士的粉彩的冒虫或者方皮 其市面上有很多老的大可把他们的彩头文字抵住右面 好好的对比一下就知道新老 这都算是特别特别的低法 我的观察就连做旧都没做一下 至于那个康熙大碧海更是离谱的不得了 只能很无奈的告诉这位大哥和咱们的常有 一定一定把这些最低级的东西要学习区别 今天为什么我发这个视频 其实本来只是别人的一个私下交易 其实没有必要去说 但是我觉得尽量您放到网上 让管道网友来看您的视频 其实视频会影响到很多不懂的小白朋友 他会把你当做老师 把你当做一个学习的榜样 和老器物的一个标准来学习 买错一两个可能是水平问题 买错三四个可能是运气问题 但是如果您一直买错 一直也乐于把这些房品往外分享 可能就是一个动机问题 我觉得这是所有有良知的玩老吃的朋友 应该去发生的理由 大家看完觉得这些器物又如何 您是什么意见 欢迎留言点评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